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工商资讯 中国医药公司红豆山集团 日前宣布他们正式登陆美国市场 同时在Rosemir市举行发布会 邀请许多南加州工商界名流参与 场面盛大 而在登陆美国之后 有多款的红豆山抗癌产品将会在美国销售 近年来红豆山集团的产品 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活里 红豆山也逐渐树立了抗癌克星的形象 根据介绍 早在1971年 美国化学家在红豆山中发现紫山醇 及其抗癌疗效之后 红豆山就从高级木材 变为国际抗癌药物的最新焦点 红豆山集团董事长王志国介绍说 红豆山集团目前在中国 拥有四个大型红豆山培育基地 经过20年的努力 已经累计培育出东北红豆山552万株 红豆山苗木总储量 超过世界部储量的五分之一 我们红豆山集团 是经过我们34年的奋斗 今天成功在美国登陆上市 红豆山它是世界瀕临灭绝的 一种稀有珍惜酒 上世纪八十年代 咱们美国从红豆山中提取紫山醇 用于治疗癌症 现在已经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线的抗肿瘤药物 但由于它的资源短缺 所以抗癌药物包括保健品的开发 受资源的制约 而我们公司在三十多年前 就是利用无性繁育技术成功地繁育出了东北红豆山 就是把它的无性繁育问题解决了 这是第一个亮点 第二亮点 我们利用无性繁育技术 也就是说用种子繁殖需要三四十年 才能达到成熟的应用的程度 我们利用这个技术 三年就可以达到百年应用的数量 另外我们经过我们三十多年的 不间断的繁育和培育 我们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 红豆山资源储量第一 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 红豆山药用开发 保健品开发 等等的一系列资源短缺的 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此基础上 我们除了药用开发以外 我们还开发研究了 就是红豆山系列的保健用品 根据介绍 美国是抗炎药物紫山醇的最大消费国 而紫山醇则是出自于红豆山 但是美国法律只允许 从境外进口紫山醇 中国红豆山集团这次进军美国市场 也将为美国的消费者提供便利 天下卫视记者采访报道